天王新大楼的主委 在今天因为承担了巨大压力 在镜头前跪地痛哭 有善心人士特地叫了外送 生怕天王新大楼的鸡池跟猫咪饿肚子 不过大楼主委很崩溃 因为有动保团体和爱猫人士频频发声 认为应该多给一点时间救动物 加快救援流程 然而现在拆除进度都过了七天 还拆不到一半 让主委压力大到血压飙高 激动跪地甚至吐血 天王新大楼主委声嘶力竭哭喊 一度情绪激动 现场人员紧急叫救护车送医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表示 中央没补助的话 拆除费用县府会支付 整个过程为了安全 仍会以拆除优先 前面在过去像昨天的情况 有为了这个猫还有前天 那的部分 确实有稍微延后了 这个拆除的进度 猫咪的部分 因为它现在在里面 我们很难去掌握它的动向 所以考虑到整个建筑的安全 还有它会影响公共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边拆边注意边留意 现场指挥官的判断 应该都会以民众的公共危险 为最大的一个利益 拆除作业持续进行 预计还需要两周时间 由于建物结构不稳 现场拆除人员压力山大 TVB新闻 崔仲群 刘婷婷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而花莲的中和矿场搜救 有重大的进展 搜救人员发现了失联者 可能的所在位置 放下红色绳索 搜救人员慢慢往下 你石头拉不动 后面都拉不动 所以不用担心 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 甚至要从近乎垂直的峭壁下降 翻山越岭 就是为了要快点找到失联者 有有有 有看到 这里味道很重 上一很多只 发现异状 让所有搜救人员燃起希望 但整个搜救过程实在不容易 强震三号发生 直到十一号 花莲中和矿区的消信司机 还是没找到 因为矿区面积大 用走的太慢可能还会有落石 因此人员翻山越岭 绕过山壁进入矿区 而机具则是已经突破巨石 战不爆破顺利进入 经过一早的努力 就在中午十二点多 人员在矿区大约第五层 闻到异味还发现苍蝇 锁定疑似是失联者的位置 只是怪手当下只来到第四层 望迁还要一段时间 不过天气因素影响 下午三点半一定要撤离 因此隔天将会继续搜救 另外在沙卡档的部分 整个搜索行动 消防队在今天中午十二点前 就已经完成了 零点五K处的开挖 并一路往一点八K处 大水管以及 二点二K处 第二大崩壁来前进 但是都没有发现 夫妻两的踪影 于是他们又继续往前 到家属认为的瀑布的位置 也就是二点四K处 继续搜索 新加坡夫妇双方的姐妹抵台多日 上午也前往消防分队 关注救人进度 消防十一号出动 十五人一拳五怪手 其中搜救犬Hero 路过河边还跳下去游泳 轻量一下 便马上转回来继续工作 也让团队有动力 继续往前挺进 TVBS新闻 陈寅人高中 吴亚兰婷 花莲采访报道 历清昨天晚间 普悠马号列车的出轨事故 原来当时有石头 从边坡坠落 这个路段并没有告警系统 铁轨旁落石有大有小 一共四块 普悠马就是撞上他们之后出轨 从空拍能看见 推土机怪手忙着清理 在往边坡上看 只要一有余震 落石就又会往下掉 落石的高度 初步判断大概有200公尺左右 落石可能一定蓄积在上边坡 它属于比较浮动的一个快速 十号晚间将近十颗石头掉落 阻断公路也弹跳到铁轨 现在要先修复防落石栅栏 和加强边坡护网 普悠马号列车出轨 但台铁落石告警系统 才在0403地震当天建工 这回怎么会没感应 但这一处是当时是 评估是边坡算稳定的 落石告警系统 监看26处边坡路段 义务入侵提早预警 这次落石 台铁说不是高风险路段 但公路局把该区段 标为落石区 双方各有立场 不过台铁建制的告警系统 的确没有这里 连最基本的铁路边坡警示系统 到现在都没有建制完全 这次四块石头 从边坡滚下来 穿越台九线和钢轨栏栏 掉到铁轨上 当初认定不太可能 现在却发生 索性普悠马 撞结落石当下 列车快进站已经减速 否则最高速度 可达到每小时160公里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而美国的波音客机 最近爆出了不少的飞鞍问题 有爆料就指出 是因为制造过程中偷工减料 零组件组装的时候 没有填补缝隙 导致飞机磨损严重 寿命也缩短 飞机上全部乘客 纷纷戴起氧气面罩 因为往左一看 机舱赫然破了一个大洞 今年年初 阿拉斯加航空一架 波音737 MAX NAN客机 在飞行途中 内牵视舱门竟然整块喷飞 让乘客吓到一动都不敢动 这起舱门喷飞世界 令全球震惊 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 结果更令人跌破眼镜 也是从这一刻起 波音向走了霉运 接二连三的出包 有飞机机轮在起飞没多久后 从半空中掉落 直接砸在下方的车上 还有这架航班降落后冲出跑道 甚至还有一架737-900客机发动机起火 被迫返航 美国联合航空拜波音所赐 一个礼拜五度出问题 上个月智利南美航空也有一架破音 787客机发生严重飞胺意外 飞机在空中就像大怒神一样 脊坠150多公尺 导致50多名乘客受伤 2024年才进入第四个月 对波音来说实在不太顺遂 偏偏在这个时候 又发生新的飞胺意外 4月8号一架新的航空 波音737-800客机 正要起飞时 引擎遮罩就这样一片片脱落 乘客机组人员都安然无恙 但与此同时 还惊传一名62岁前波音员工 John Barnett离奇死亡 他被发现沉湿在饭店停车场 根据CNN报道 警方目前判定他是举强资敬 其实他是检举多项波音 飞胺问题的吹哨人 但不止他还有另外一名吹哨人 波音工程师沙勒普尔 也传出生命遭到威胁 这全是因为他出面提报 波音787梦幻客机和777客机 有组装缺陷 而这些缺陷恐导致飞机 使用寿命大幅下降 甚至酿成灾难性故障 针对他的指控 波音全盘否认 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FAA 已经着手展开调查 但波音内部螺丝松脱 评管问题公租一室 导致今年Q1的交机数量 根本不大百价 只交付83架新机 大陆国产客机C919 秀道商机企图以低价 抢进市场 推进919飞机 与二三人认可审查 推动国产名机走出国门 根据国际航空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 在2023年 波音交付了528架新机 主要对手空八 则交付735架 虽然录制C919 交付累计数只达到5架 却在去年拿下超过1000张的 行机订单 东航跟中国商飞增订的 100架C919大型客机 将于今年至2031年分批交付 不过港媒也点出中国大陆生产的 C919飞机还没获得欧美航空 监管机构认证 暂时还无法打进欧美市场 只能先靠内销打口碑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太空领域上 中美两国民争暗斗 不过五角大厦的一份报告就警告 要美国必须加紧脚步减少官僚僵局 否则将会成为太空竞赛中的输家 到时候到了2045年 大陆将会站稳主导太空的霸主地位 俄罗斯新型安加拉A5运载火箭 发射前两分钟 突然因为技术问题紧急喊咖 发射时间延后一天却还是 二度收到终止发射的指令 显示还有其他故障要排除 这样的情况可是让昔日太空强权 俄罗斯有点颜面无光 即使俄罗斯早因为进攻乌克兰 冲击太空市场 为其他国家发射的卫星数 大幅减少九成之多 另一个太空霸主 美国重返月球之路 也并非一路顺遂 NASA的阿提米斯一号 2022年就曾四度延期 同年11月才发射成功 美国原先计划2025年 重新载人上月球 无奈兴建开发进度落后 时间点又要推迟到2026年 中国大陆则激起直追 2020年大陆的长额五号探测器 已经完成月球表面采样 现在则放眼2030年载人上月球 大陆甚至已经为新一代太空船 取好名字叫孟州汉兰月 中国大陆的月球梦不仅如此 他们也已经设计好未来 供人类居住的月球屋基地雏形 作为建筑物 月弧尊里并没有承重的四梁八柱 弹壳顶端是群顶结构 弹壳体分内外两层 中间夹杂了一层家类结构 增强稳定性 五角大侠部门公布 2023年太空工业基地状况报告 内容示警中国太空探索 和作战能力快速发展 如果没有立即采取措施 维持住美国的领导地位 中国恐怕在2045年 超越美国 中美间的登月竞赛 俨然开打 美国现在也开始检讨 国内太空商业监管过于官僚 设计缓慢的问题 认为应该简化法规 否则商业航太空公司会有崩溃风险 另外中美间相互PK的还有太空军战场 美国除了成立第六军种太空军之外 也一直秘密测试一款神秘的飞行器 X37B 这款波音制造的太空无人机 去年12月已经第七次发射升空 真实任务却是最高机密 X37B外观和NASA过往亚特兰提斯太空梭 中国大陆也有类似可重复使用的太空梭 在秘密测试中 并按字盘算想一步步取代 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太空战 从蓝图会梦到奋斗圆梦 中国航天人全力冲刺 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记录 大陆先前又许下宏愿表示 要将自行建造的天宫太空战扩大成六个太空舱 继续在太空领域上与美国一较高下 叶新闻 宗佛导 要解决缺工问题 政府现在锁定的是退休组 劳动部有新的措施 45岁以上依法退休 或55岁以上离开职场的民众 只要连续受雇90天 就可以领就业奖金3万元 键盘悄悄打打 尽可能把手上业务做得面面俱到 甚至超前进度 担任企业公关快25年的Tracy 也站在职业和人生的路口 思索下个十年 因为我自己是预估想要大概60岁就退休 其实是比法定的年龄还要再往前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那个物价上涨的状况 好像不允许我这么做 像我就看到很多身边的同学朋友 他们其实因为结婚生小孩 然后退暂时离开了就业市场 可是想要再回就是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找不到相对待遇的直去 哪怕国内大缺工 缺了快两年都还没解决 40多岁的上班族 因为担心薪水和前途回不去 连占别职场都只能再想象 倒是天命之年的壮世代 不少人想得开 主机总处去年统计 我国55到59岁的全年劳产率 和50到54岁的77.19%相比 下降了超过16个百分点 如果再和世界做比较 2022年我国国内 55到59岁的劳产率 和日韩甚至美国差距又更大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们可以退 第二个是必须退 第三个是回不去 55岁以上大概都是五年级生 他们有经历台湾比较好的 经济黄金时代 特别是房地产 所以他们有比较好的储蓄 可以让他们提早退休 另外一个是必须退 他们常常面临到要照顾双亲 那回不去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进行产业的转型 导致他们会优先被要求离开职场 有关单位再次寄望中壮年 愿意看在奖金的份上 救救国内劳动力 劳动力发展数今年2月1号起 再次推出就业奖励 45岁以上已经领取退奉退休金的 依法退休者或年满55岁以上 离开职场三个月 在政府就业服务机构的协助之下 重回职场的民众 只要连续受雇满90天 就能领取最多两次 每次3万元的就业奖励 部分工时的工作者 每次也有15000元 期盼此后每一年能找回6万人力 我觉得某种上 因为还是有所谓的年龄歧视 跟健康体力的疑虑 所以变成就是说 可能餐饮服务业 这些行业或者是批发零售业 可能还是会缺工 但是会把中高龄劳工 视为一种补充人力 而不是完全正值人力的来源 在这种所谓的白领阶级的工作 要回避中高龄劳工 其实要再用他们退休以前的 同样的一个薪资的工作 再回避他们 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明明一系列措施 连雇主也能获得最高 30万元的辅导费补助 措施才上路 人力资源公司 却保守看待壮世代的回头意愿 问题不承认在于奖励金额 我觉得因为他这个 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觉得还是能够给 这些二度介入的妇女 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我觉得应该说 不会为了这些奖金 然后去去就一个工作 暂时去就 我觉得那样子也做不久 做不长 即便中高龄及高龄者 就业促进法 已经上路近四年 去年也曾推动 专案扩大就业奖励 中高龄特定对象 投入旅宿 餐饮或是航空站的地勤工作 一年之内 每个月都可多拿一万块 今年政策延伸加码 是过去的机会 供不应求 还是成效不张 如果公不应求 应该需要加码的程度 就不高了 比较受惠的企业 都是在于 一些比较有好的雇主品牌 而且他本来在薪酬上 就是在同业比较领先的 例如王品 例如老爷 他们也比较愿意 透过工作赛设系 或者是再培训 来配合这些壮事在的 身心灵状况 但毕竟这些雇主在台湾 不是多数 很像是面对到一个即将快二十 面对初食 这个初茶淡饭 都还是很不愿意 接受初茶淡饭的美食主义者 那我指的是雇主 除了他们对于这种年龄歧视的 这个观念要纠正之外 可能还是要打造一个 比较友善中高龄劳工的就业环境 那当然另一方面 中高龄劳工想要重返职场 或退休或重返职场 可能还是要自己心态上 要放下身段 要愿意去学习一些 这个新的一个职场技能 真人是为了营运 正如工作 是为了生活 在就业的民众 得试着和职场新环境 找出平衡点 企业主也不能把壮尸袋的回归 当成缺工的止痛药 而台湾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超额储蓄真的太多了 金额已经高达3.8兆 连续5年都突破3兆大关 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对经济发展来说 不一定是好事 现在大概出社会 也快10年左右吧 然后存了快一桶金左右的薪水 日常生活省吃俭用 陈先生每月努力存下薪水的三分之一 现在已经存到人生第一桶金 我觉得每个月固定会把一笔钱 就是固定存下来 然后就是剩下才拿去滑用 大概是三分之一到三分之四分之一吧 因为现在买东西什么都很贵啊 然后想说只有老了之后 如果就是退休没有钱也很麻烦 所以还是想说多存一点下来会比较好一点 努力存钱节省支出 高通膨下物价不断涨 除了生活必要开之外 尽量减少花费 光是填饱肚子 每月至少要花一万元 一天三餐 如果单纯就餐费的话 大概四五百块吧一天 所以就会相对来说 每个月花钱的时候都会再多想一下这样 就可能以前周末跟朋友出去可能就是喝一杯啊 或什么直接现在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玩乐的钱可能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 近年来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民众倾向多存钱少花钱 行政院主机总处就预测 今年的超儿储蓄会来到百分之十五点四六 超儿储蓄会高达三点八兆元 不仅连续五年突破三兆元大关 所谓超儿储蓄就是国民储蓄毛额 减掉国内投资毛额 而台湾的确是一个储蓄率超高的国家 从数据来看 超儿储蓄年年快速成长 一百零二年仅一点六兆 一百零三年升破两兆 一百零九年开始 年年都突破三兆元 有七成是来自企业储蓄 虽然是经济实力的展现 但也是压力所在 若储蓄远大于投资 代表财富闲置 企业投资不振 家庭有钱不消费 不利未来经济发展 学者认为要改善超额储蓄 应该从货币政策着手 我想超额储蓄在台湾 一向是很高 最主要就是说这种投资的动机跟动能不足 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说对未来的这种景气展望 比较没有一些信心 这个都会导致储蓄比较高 高于投资 至于说政府怎么样因应这种所谓的超额储蓄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过货币政策 比如说用降息的方式 让这一个投资的动机能够拉抬上来 此外促进消费 让民众愿意就是说 把钱从这个银行提醒出来 去做这种消费的这种活动 事实上太高跟太低都会有问题的 那有没有最适的 老实说我相信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超额储蓄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它背后隐含的是 它的花是花得比较少一点的 企业在投资这一块 可能也比较谨慎一些 那这些东西一定会造成你的投资 变得比较缓一些 我国去年超额储蓄率明显高于其他亚洲国家 南韩仅1.3% 日本3.3% 而中国大陆1.5% 也远高于美国的负4.2% 央行就提出三大解方 像是增强民间部门参与公共建设量人 引导民间资金发展金融服务业及财富管理业务 另外台湾资源有限 善用超额储蓄进行跨国并购也是方法之一 专家也进步指出 企业资金闲置严重 投资将成最大关键 你如果要让超额储蓄变比较缓 那可能比较快的方法就是增加投资 但是增加投资这边又衍生到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投资是要看成本效益的 我不是说我只要乱投资就好 所以央行提了这几个不管是哪一个 它的目的都是希望说能够让投资率能够增加 台湾超额储蓄惊人 想办法引导企业将资金进行有效运用 让民众愿意花钱提升台湾经济 是政府长期面对的难题之一 TVBS新闻黄冠伟德燕轩 台北采访不到 美国昨天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跌破专家眼镜 竟然高达了3.5% 而6月份联准会会降息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 主播吓到直接大叫出声 美国三月通膨率年增3.5% 不只是高于预期还是半年来最快增速 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从去年9月3.7%的CPI之后 美国通膨就开始起伏蠢动 进一步来拆解美国三月物价涨幅 汽油和住房支出飙升 能源指数成长1.1% 汽油指数成长1.7% 住房价格连续第二个月成长0.4% 尽管新车和二手车以及机票价格都下降 但难以抵消涨幅 这数据在加州的民众非常有感 看着数字往上跳心都在堂写 加州部分地区美加伦 也就是3.7公升的一般汽油 要价6.15美元相当于台币200块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 加州过去8个礼拜 每加轮的汽油涨了0.7美元 换算下来等于一公升涨台币7块钱 省油车都不省油了 尽管专家认为加州的油价涨幅是和当地的高税率 以及炼油成本相关 但对民众来说 加价不加量就是不对劲 同样贵道无法控制的还有房价 地点很重要没有错 但是如果要你拿170万美元 约台币5000万元 在矽谷的金华区 Cupertino买约10平大的房子 你愿意吗 隔壁邻居家是500万美元豪宅 再加上学区好 门牌有如烫金 买家纷纷出价 后来这栋房子 第一位出价买家 直接加到2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6000万 看中的就是投资潜力 但是对一般自住客来说 这样的涨幅当然不乐见 而这样的物价上扬 也不是华尔街想看到的 因为直接联动的就是联准会的降息几率 可能越来越渺茫 尽管拜登仍预测降息 但是原先市场预期 今年可能是6月9月12月三次降息 但是目前6月降息的几率已经预估下降到19.6% 可能变成是7月11月两次降息 美元指数则是在通膨率公布后应声上涨 这导致日元重变 变破了153关卡 是34年新低 这让民众开始丰买黄金 至少能够保值 4月10号 日本黄金零售交易价格 比前一天涨了0.5% 来到美工客12687日元 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张 买金抗通膨 毕竟美元可能还会持续强势 日本央行对日元的足扁走身措施力道不够 恐怕还会让日本的金价持续上探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要多赚一点钱 美国现在流行靠贩卖机 先去买一台二手贩卖机 再从大卖场进货洋芋片跟饮料 然后在贩卖机上直接加价出售 口渴了来到机台前寻找自己喜欢的饮料 不用配合机台 只有狭隘的集中口味 光是一杯饮料要什么浓度 几分甜 甚至要添加多少牛奶 都可以客制化 从冰冰的冰箱跟很烫的拉面 这些区间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放在吃饭机做销售的工作 除了提供冰棒饮品以外 也提供现主咖啡 供大家做选择 那日后我们也不断增加 卡通的安逸商品 以及合作厂商的创意商品 从饮料机到熟食 甚至是玩具日常用品 现在的自动贩卖机与时俱进 进阶到现主商机 进化成智能自动贩卖机 说我们可以透过原端 即时的掌握销售状况 可以固存的状况 进行做调整 当然可以线上即时的 脱播广告影片 以及销售指定到机台 在台湾的自动贩卖机 大部分都是由 食品饮料公司 或者是超商 自行来直营营运 不过现在在美国 有许多的上班族 嫌自己的薪水太少 因此将他们 作为自己的副业之一 各国的自动贩卖机 发展阶段 存在很大的差异 美国居民正利用贩卖机 贩售洋芋片汽水 当作副业 因为创业成本低 而且商业模式相当简单 只要花1500美元 大约新台币47000元 就可以勾入一台二手贩卖机 接着再从卖场进货 收取百分之百加价 而根据全美贩售机协会统计 该产业在当地的规模 约182亿美元 经营者多半都是兼职 那这是一个很聪明的 就是赚价差 跟赚所谓一个特殊 地理条件优势的做法 所以虽然说 加某一家电 不如加某一台机 但是它还是掌握在一个 比较多的 大的品牌的一个身上 然后鼓励大家用创业的方式 现在大概一台 加入一台智能贩卖机 20万到50万 所以有人说 它是一个新的创业的模式 目前在台湾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存在 和日本台湾不一样 美国的自动贩卖机 虽然起步较晚 但根据软体服务公司研究指出 美国估计 拥有500万台自动贩卖机 在2023年排名是世界第一 甚至有人同时拥有许多机台 但日本的自动贩售机市场 相对饱和 却也因为市场成熟 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特色 甚至还可以发展成街头装置 目前正在成长是第三种 就是完全智能化 用AI科技去驱动做管理 包括温度的监测 这里是很流行世界热食的 我希望冷冻的便当 或者是卤肉或卤饭 这种东西目前正在快速成长 就是会出现在一些新的 新开发的科学园区里面 跟学生宿舍 因为第一个 其实也跟消费习惯改变 超商在台湾消费者的心中 它的需求度是很高的 可以说是一日三餐 甚至一日四餐都要到超商去 那我们希望透过就是制饭系统的加入 可以满足更多更多就是封闭型场域 举于来说当我们靠近 学校的主体的上课的区域 那其实它会贩售一些文具的用品 但是当制饭超商 它靠近的是宿舍的时候 它又会变成是一些生活用品 或是泡面类型的一些饮食 依照不同场域进行商品的更动 也是智能自动贩卖机的优点 以台湾来说 消费服务的习惯 还是倾向人与人接触 因此在封闭型场域 也比较有自动贩售机的立足之地 台湾的制饭系统 已经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越来越像实体的门市 不过在消费者的习惯 消费习惯上 它一定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逐步再去适应 只能说目前的话 制饭系统已经在台湾 消费者是知道的 那我们持续的布点 布机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 习惯使用它 抢购自动贩售机的商机 也必须熟悉布点的人文特色 还有生活习惯 毕竟一台机器里 能摆放的商品不如一间门市 必须是千挑万选 才能发挥价值 创造收益 TVB的新闻 何江亚先安此台报道 长期处在压力当中 对健康是有害的 研究就发现 慢性压力会让海马回萎缩 记忆力衰退 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至少会增加六成 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无可避免的都会有一些压力的存在 短期适度的压力可以鞭策向前 让我们的表现更好 比如说大家都有经验 在重要的考试之前 或者要交重要的报告之前 在压力之下 可能可以在短时间 以高效率完成一些任务 运动员在比赛的压力之下 也有可能会有比平常更好的表现 这是因为在生物学上 面临压力时 内分泌系统和大脑 会释放出压力性荷蒙 像是肾上腺素 正肾上腺素 或肾上腺皮脂素 让我们足以应付 生活上的种种危机 然而 在长期大量的压力之下 却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如同是一匹马 在鞭策之下可以跑得更快 但如果反复的过度鞭策 却可能会发生疲乏 甚至倒下 在长期的高压之下 脑中和内分泌系统 会过度分泌压力性荷蒙 可能对于身上的器官造成损害 而当压力超窄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就可能会当机 所以在我们工作 就可能会出现 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或是常常忘东忘西 会常常忘记一些 主管交代一个事情 然后甚至严重一点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决策力下降 在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 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一个决定 工作表现的一个失常 可能让压力更进一步的一个恶化 如果说一个人时常忘东忘西 他最有可能影响到的 可能是他的老化 引起的一个健忘的一个情形 那失智症它就是一项疾病了 这个疾病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研发出一个药物 可以有效的来去治愈这个失智症 根据医师指出 临床上常有年轻个案 抱怨记忆力不好 经常忘东忘西 上一秒做的事情 下一秒就忘记 接着忘记接下来 要做些什么事情 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记忆力不好 仔细去分析个案 通常都是因为注意力缺损造成 使大脑无法顺利的储存 或是提取记忆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 通常是因为压力 焦虑 失眠 或者是一些药物所造成的 据职场为例 老板的要求自我的期许 或是说像业绩的一个压力 同事会不会有一些暴怒的一个情绪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工作超时 超量 冷气关系的和谐 在在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压力 病人会在数十分钟 甚至一两个小时之内 他可以做日常生活的所有的活动 甚至可以跟人家交谈 可是他这段时间的过程 所有发生的事情 他都完全忘记 事后也想不起来 那到医院之后 所有的检查 相关的检查 都查不出什么病因 那医界久而久之就认为说 这种疾病这种症状 可能跟压力有关 因为找不出病因 科学家有做一些实验 发觉说 短期的压力 可能可以增加记忆的表现 因为会释放一些肾脏腺素 可以提升我们脑内的功能 但是长期慢性的压力 可能会有一些相反的效果 像现代人 长期处于在生活的压力 比如说工作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经济的压力 睡眠不好 像这些长期下来 可能都会造成我们大脑海马回的萎缩 那这些症状就会造成我们的记忆的减退 我想并不是说 真正这个焦虑或压力 让你记忆力不好 而是因为你分心了 你没有办法集中你的注意力 让你记忆的东西的话 比较记不牢 那当然在短期之中 你会觉得 我怎么又忘东忘西了 有些研究显示 在长期大量身上腺皮脂醇的暴露下 可能会造成脑部神经元的损害 进而导致海马回的萎缩 由于脑中的海马回 掌管了我们的记忆力 所以长期的高压 可能会造成专注力的下降 记忆力的减退 甚至有些研究显示 压力的程度和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相关 医师提醒 每一个人都要适度运动与休息 就能有助于压力疏解 让自己的表现更好 甚至减少神经退化的风险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不管走到哪里 常常都看得到超商 平均每1700多人 就有一间便利商店 这样的密度是仅次于南韩的 去年全年 台湾的便利商店营业额突破了4100亿 创下14年来新高 粉色樱花杯生里头装的是珍珠奶茶 这不是首摇影店买到的 而是超商和店家推出联名款 把胭脂红茶基底搬进超商内 再看到其他商品 联名还不能只有一种 也拿上YouTube百万订阅节目的高人气 这一桌炸物小点 饮料蔬食餐点等 一口气就推出一套系列 从最早期我们跟五星级的饭店 到后来我们会跟一些 米其林的餐厅合作 那到现在我们更是抓紧 年轻人的眼球 我们和YouTuber 或者是和一些串流平台 做一些整合 那我想在这些联名上面 我们都是跟着消费者的需求 还有市场的喜好 看准消费者求新求变爱尝鲜 想办法将虚拟流量变现 也确实观察到各品牌 业者不约而同积极投入研发 过一半但食品类已经从25.4% 上升到31.9% 确实食品类成为强势重点 像是另一家超商 微波食品以外 光是熟食区 有烤鸡腿炸花之丸 又或者传统关东煮 做点变化 汤底导入南洋酸辣烫 要做出含竞争对手的差异化 新食是最能够凸显差异化的部分 耕种市场 例如像近年像是健身或是像是蔬食 这样的需求 我们会对应推出不同的饮食 去年的业绩 现实就占了大概快300亿左右 那占我们业绩大概快要三成 不只产品种类众多 还要多元化经营 像是发展复合电型 增加行销活动频次 与强化支付便利性 想尽办法抓住消费者的需求 像是每年一月和暑假七八月 都是超商旺季 夏天的时候其实因为包括冰品饮料的需求 会比较旺盛 那又加上有外出暑假 出游的等等商机 在年底第四季的时候 到年初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消费者也会来我们这边 选购一些福袋 或者是一些礼盒等等 不同的一些商品 台湾超商站打得有多激烈 全台2023年已经来到 一万三千七百零六家门市 多重因素进而退升 便利商店的营业额攀升至2023年 四千一百二十六亿 连续十四年创新高 而且经济部统计处也观察到 韩国只有截至到2022年的统计 当地便利商店数五万七千六百一十七家 平均每八百九十七人 就有一间便利商店 台湾排名第二仅次于韩国 超商密集度在2023年12月底 已经来到平均每一千七百零三人 就有一家便利商店 但迎过日本当地受到高龄化 及少子化的影响 放慢展店速度 2023年平均每两千两百人 拥有一家便利商店 我们在面对消费者的时候 会从一个商品卖给很多消费者 变成是我们要对一个消费者 卖很多商品给他 那就会转化成是我们要提供 像是会员的数位的个人化 APP服务 或者是像是我们地区商圈经营的 LINE群组等等的 我们像是比较转向是终身价值 这样一个经营的形态 现在越来越多超商开始去做的 可能像是会员的经营 我怎么让会员的黏着度变高 如果在科技的运用上面的话 从一个分重 变成一个个人化的行销策略的话 或许是超商目前可以去突围的一种方式 行销科技使用运用得当的话 我可能可以在当下就可以利用手机做一些行销 这个资讯的推波等等的 当下就可以促进这个消费者的一些购买的欲望 便利商店有别于大卖厂和百货公司 门市广泛贴近消费者日常 行销策略就必须更注重便利性和多元化发展 找出差异再优化各超商品牌的进化之路 持续发展 TVBS新闻连之就有宣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